一巴掌令兩母女水火不容 一巴掌打下來了 很生氣 很生氣 就說你喜歡走你就走了 以後不要回來 一滴眼淚解開了兩代的心結 她回來見到你哭之後 自己就知道不哭很害怕 知道她很便宜 你用一下我 我用一下她不餓 她不餓夠餓 我餓完之後 吃飯了 加油 連你自己都會養一下她 她真的很疼她 一間茶座 將一段差點決裂的關係再次凝聚 經常見到她和姐姐有些爭吵 因為店舖上 老公我們搬出去或者放棄 好嗎 突然眼濕濕地跟我說 店舖是爸爸和爺爺和媽媽的創立 和建立 因為一眼一磚 都是她們辛苦地捱回來的 我經常都說 家裡和店舖 根本是一件事 根本是拆不散的 那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因為通常在古裝武俠片裏 在荒郊野嶺 逛逛逛逛 就會有一間茶寮的物體 那茶寮要來做甚麼呢 就是武林中仁 無論你武功多高強 逛逛逛逛都會口渴的 那茶寮就是讓大家 要來竊逛一竊 喝杯茶的 來到今時今日的香港 在新界地方 我們都可以找到茶寮 但是茶寮 現在就不叫做茶寮 所以今天我想帶大家去上水 看看這間茶寮 它有甚麼美食吸引人 以及它背後的故事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 上水還是一個人煙刊治的地方 很多土地主要都是用來耕種 所以在這裡 除了農夫和村民之外 外面的人真的很少進來 也是因為這樣 一些為了村民提供方便的 簡單茶水、雜糧的檔口 就應運而生了 而這一間 在粉錦公路旁邊的茶檔 現在已經是茶座 至今已經超過六十年 可以由當初的簡單單單茶檔 變成現在的茶座 全靠就是這個家族的第三代 話事人 林麗金、金仔 還有他弟弟兄仔 謝謝 金仔和兄仔 歡迎 這些茶座現在在新界多嗎 現在在新界, 以我所知, 不多 不多 對 你們這茶座已經很多年了 如果算是我爺爺開始做的 我爺爺開始嗎 是的 五二年已經開始在這裡 我爺爺那時候 那是不是由阿爺那一代 阿爺打你 就傳給爸爸媽媽 到現在 你們兩位在這裡一起打你了 是吧 兄弟姐妹 茶座的主打食物 依然是以方便快捷的包類為主 但是絕對不會粗製攬造 每一樣東西都是很用心去做 例如雞尾包就會先切開 放到鑊裡乾煎 煎到它熱辣辣脆薄薄 吃起來很有口感 碎蛋牛角包 餡料就是用新鮮的雞蛋和白汁 還有我們很喜歡吃的豬扒包 不要看它簡簡單單 做起來工序都非常講究 現在就學做豬扒包 由你借底兩示範一下 材料在這裡, 豬扒 豬扒這裡有條筋 拿走的筋就有筋咬下去 只要斷它也不錯 煎的時候它就不會縮在一起 所以有時候你們吃得很實 吃得下鍋就很縮 對, 但也要再拌勻它 等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對, 家姐也要拌豬扒 媽媽的安排 媽媽的安排 對, 原因是她比較好力 不是, 等她發洩了這樣 即是拌他們就很受 我們就不會有什麼 即是你要拌就拌豬扒吧 對, 不要拌弟弟 對 是不是 那你做什麼 我就是很輕輕的工作 就是 有一支豬扒 媽媽早傳給她 我是不會的 我真的嗎 所以這些容易做的 你做完 都不容易的 都很細心的 一定要把它拌勻 否則就會 一些很吵味 有些就很淡 不均勻 對, 平時拌百多二百磅 起碼要半小時 大汗到細汗到細汗到細汗 我幫你換一下 真的很辛苦 原來平時都很辛苦 我問家姐不捨不得 那些真的要給力 好, 首先要夠熱 放少許油上去 放少許油 對 然後再放豬扒上去 豬扒放進去煎 就不要成日快 讓它煎到第一面 有少許焦 有少許夠火 才開始反一點 它會封住肉汁 就會多汁一點 現在這樣放 你看現在這個吃了 看到表面有少許焦 有少許比金黃色 對 現在差不多放羊蔥 家姐量度出來了 這個就是豬扒包 家姐量度出來了 對 哪個想法吃了 我會比較方便 我喜歡把已經有的東西 再去做一些變化 大功告成 煎豬扒講求的是耐性 跟做人一樣 肉粗則不達 要煎到每一塊都這麼漂亮 就要煎得很均勻 不可以心急 煎不熟或者煎焦了 浪費時間之餘 還浪費心機 很久沒來吃過豬扒包 保持水準 謝謝 熱騰騰的豬扒包 剛才問過你 你好像說 因為新界人很流行 要有兒子 你叫做阿甘 但是以後面加一個兒子 希望再來幾個兒子 希望帶一個弟弟出來 是嗎? 我做到了 你做到了 真的下面有一個弟弟 我對落的是弟弟 你好像是七兄弟姐妹 七個 你排第五 我記得你們說過 小時候要幫家裡工作 雖然很乖, 但始終都是小孩子 做著做著 有時都覺得 有點不太想做 是否試過小孩子的時候 都會這樣想 小時候不是很大的感覺 因為姐姐每個都這樣做 女兒我也排第四 對上三個都這樣做 不會很大的感覺 跟著她 對, 跟著她們也是這樣做 是 金仔的媽媽, 林婆婆 一個很傳統 很安分守己的人 她從來都覺得 茶檔的收入雖然很微小 但能夠令到一家安穩已經很足夠 不過機緣巧合 她遇到一個人 跟她說了一番說話 令她這個想法徹底地改變 老公怎樣說 她說她要做事 因為要幫忙 幫忙 所以爸爸說不要讀那麼多書 那你當時怎樣 騙她 你靜靜地衝刺我 對 對 她說她自己本工讀 自己在這裡付錢 她很開心 不用負擔那麼多 你為什麼這樣想 你覺得讀書 怎樣都要讀書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 做校長的上水 都說過 這些要供小孩讀書 窮窮地都要供 慢慢供 這樣省些錢 窮一窮都要供 對 要省要供 那你聽了就覺得很對 對 對 為了讓子女可以讀多些書 可以成才 店舖就要賺多些錢 所以這裡由原本只是賣簡簡單單的乾糧雜貨 逐漸就加入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希望吸引多些客人來光顧 而紅豆冰就是其中之一了 另外這個我很喜歡的紅豆冰 紅豆冰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很多人喜歡喝的冰 你又說一下這個紅豆是怎樣製造的 真的不是到處喝到的 是啊 因為現在你知道 每個人都要爭取時間 做事一塊 做多些 大批的放在那裡 是啊 有些直接買現成的回來 一袋 買現成紅豆 外面有些 現成紅豆已經是炆軟了 噢 那就變成了 可能有時候在外面吃 你可能都是一式一樣 很軟的紅豆 是啊 那我們這些就堅持 都是我們自己去煮 自己煮 由生的豆開始自己煮 是啊 甘仔說 要做到那些紅豆 粒粒都軟 但是又不散 就很考功夫的 首先你鹼豆要大大粒 煮的時候 火不可以太猛 也都不可以煮太久 如果不是就會煮到那些紅豆 淋了 起沙 就算用的冰 都要即叫即刨 因為這樣落口才夠免 原來 要做一杯這麼簡單的紅豆冰 都需要精挑細選 一絲不久的 你們七兄弟姐妹 有三個都出去了讀書 是 三個 媽媽跟我說是英國 是英國 你小時候讀書的成績都很好 你都喜歡讀書 是嗎 其實我自己讀書 我不覺得我是一個材料 不過會考出來的成績 居然是很好 不錯 是 那時候你有個心願 希望 每個人都出去了 哥哥姐出去了 應該我也出去讀書 是嗎 我覺得排隊應該也是 到我了 誰知道 遲與願違 因為到我畢業 其實我爸爸媽媽 都年紀又差不多 如果我再走完 好像下面已經沒有人可以 幫忙 幫他們支撐 是 其實因為一家人 那麼多兄弟姐妹都一直在幫忙 走著一個 走著一個 其實走到我好像已經 沒什麼機會走了 所以其實他們都沒有 還供我去外國讀書 是 那我就留在店裡 踏入反叛期的金仔 因為年少自我 也不理解媽媽 和媽媽的關係 開始產生變化 越來越任性的她 還做出一些 令到媽媽很心痛的事 逆境並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心魔 由於家裡的環境轉差 令到金仔已經沒有機會 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樣 到外國留學 再加上媽媽 越來越需要她在店裡幫忙 令到原本已經不可以出國的她 更加要屈在這個小小的茶座裡 心中的不訓 令到金仔完全不考慮媽媽的擔心 每天做員工 一心就要到市區那裡瘋狂一行 但是我記得你說 當時自己也有一點點不開心 覺得為什麼每個人都可以出去 我就要留在這裡堅持 幫爸爸媽媽分擔這個淡詞 好像是因為這樣 做成自己有一點反叛 是嗎 是啊 覺得自己也很委屈 為什麼要冤枉我在這裡呢 當時是多少歲 當時是十七歲 那你反叛得怎樣 除了剛才你說 好像是讓媽媽兩句 離開車走 還有沒有很反叛的 其實我媽媽覺得 開電單車都是飛車檔 對 當時是這樣 我知道她覺得是飛車檔 我覺得不是 我拿著電單車便可以飛出去 離開這裡 因為這條交通不方便 對 有輛車 拿著輛車可以自由地去哪裏 就這樣做這件事 學電單車 對 去學電單車 她最初都不知道 經常見我拿著頭盔 為何出出入入… 她說你做什麼 為何經常拿著頭盔 我說沒有 坐朋友的電單車尾 當我考到電單車牌 很大膽 也沒有告訴她 自己找朋友 一起買一部電單車 自己擔心買一部電單車 很大膽 對 自己買一部電單車 她的眼睛很大 那你進去跟她說 沒有,她沒有發聲 我沒有發聲 什麼情境,就是沒有發聲 大家沒有發聲 你不問我就暫不知 不說 你看不到,你看不到 他沒有發聲 但接著我開電單車外出 拿著頭盔 他只會跟我說一句 你小心點… 他沒有罵我 他可能已經知道 這個女兒不能罵 而且可能已經知道 我長大了 他有一個時間很頑皮 特意出去開電單車 是 因為你說電單車不太危險 他就特意跟你鬥氣 是嗎 回來還要有一個時間 不理睬你 不跟你說話很久 是 那當時你就真的很難過 是,很難過 他最初學電單車 就說星期六 晚上去玩一下 原來他一學識了 就… 就不是星期六 是,經常都去 又走到元朗 那你做媽媽的時候 真的很擔心 是 駕車 駕車 包著車 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一坐,看他開電單車出來 就想… 真是他的心拍 是 但又不敢跟他說 一說又怕 一說,一說 一出門又說我 又怕他,但我會說 同樣有很多兄弟姊妹 對家人也非常關愛 他就是我一位好朋友 大家都很熟悉的 紅衣米雪 說到這些客家菜 街牛美食 我這個老朋友米雪姐姐 平時沒什麼 跟我們倆 經常到處找東西吃 對嗎 不如你介紹一下 你的乳鴿和客家菜給我們 我們這個乳鴿和客家菜 其實是選擇一些出生好… 即是說明是乳鴿和客家 很暖厚的 二十天左右的乳鴿和客家 已經拿出來湯了 是 如果你懂得吃的話 可以連骨也吃了 不要說太多 我們大家一開始嘗嘗 是 剛才那些骨我都吞了牛頭 是嗎 然後有牛骨 好吃 這裡叫做BB乳鴿的菜式 用的乳鴿當然要比一般乳鴿幼嫩 甘仔說 要先把乳鴿放在秘製的白老水汁浸熟 接著要封乾它四至五個小時 然後再塗蜜芽糖和醋 這樣才拿去炸 炸出來的乳鴿就會很脆 雖然乳鴿的肉不是很厚 但盛在夠鮮嫩和多汁 甘仔和米雪姐很相似 大家很多兄弟姐妹 你也是很多兄弟姐妹 是啊 我說甘仔雖然排第四 但其實他在家裡的關心和支持上 他也是一個支柱 是不是 自己以前和媽媽相處的日子 現在變成了同女 他也有女兒 是 有一個兒子小時候 他也會說 有時候女兒這麼小時候 也懂得反叛 是嗎? 對, 這麼小時候 兩歲都不夠, 已經反叛 你那時候也是反叛 我那時候也是 因為家裡兄弟姐妹多 我媽媽看不到這麼多人 經常都會出去玩, 經常會做很多事 經常會惹媽媽 經常會惹媽媽 因為… 一定會惹媽媽 只有我自己而已 我覺得很自我中心 我又沒有東西牽掛 經常惹她 又知道她怕我考電單車 我又去考電單車 先嚇嚇她 幸好一次考中 還參加車會 經常晚上去飛車 一班朋友, 她也覺得… 是電單車友, 不是電單車檔 我媽媽經常說 我跟電單車檔 她說我不是一檔, 是一班朋友 也試過離家出酒 那時候是幾年班 為何會離家出酒呢? 當我會死嗎? 那時候是中午了 我也是長大 是,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誤會 因為陪一個好同學去剪頭髮 其實我們家裡是兄弟姊妹 一路輪流要做家務的 每一個都分擔不同的工作 其實我也有一份工作 就是放學回來 要掃地和拖地 那天陪一個朋友去剪頭髮 打電話回家 交大聲說 跟我說給媽媽 說我去陪朋友去剪頭髮 晚點回來 怎知道回到來 為什麼媽媽已經站在門口 其實是剪頭髮 遲了一個多小時回來 一巴掌打電話 很生氣… 對, 很生氣 就說你喜歡走, 你就走了 以後不要回來 然後還叫我 你去拿五百元, 你出去住 是嗎? 還給錢嗎? 是, 不過她沒有給我 她叫我自己去拿 但我找不到 其實是誤會 誤會, 因為原來… 但當下不知道 當下不知道 很生氣, 很生氣 媽媽也很生氣 可能她不知道原來是一件 只是剪頭髮 我以為我沒有打電話回來 其實我打電話回來 我來交代兄弟告訴她 你告訴媽媽 對 就走了出去兩天 好像是嗎? 對, 因為我覺得… 最主要是我… 其實當時已經有其他事情不滿 只不過是借… 藉著… 對, 我打電話回來 很乖 對, 打電話回來 然後寫了一封信 你不用找我了 那兩天你去了哪裡? 我打電話給同學 在石江那邊住 我住的是一個同學 其實有幾個女生都很友善 勸我回去的同學 收到電話 她說金仔和家人和媽媽吵架 因為我們很友善 她也認識我媽媽 就知道 其實沒理由媽媽會趕我走 他們就勸我回家 過了兩天我才肯回家 那回到媽媽怎樣? 媽媽的眼睛哭得腫了 以後不敢叫你離開 對, 以後不敢叫我離開 但當時也… 即是自己也很內疚 反而我聽她這樣說 我想起 我也經歷過十多歲的時期 但反而不是我出走 是我的朋友又是你們的情況 反而來我家裡住 我媽媽都收留了 我媽媽覺得 所以收留她們 讓她們不用出去碰釘 或者認識患人 第二個理由就是 可以讓我看到 她們離家出走 你不要學她們 對, 給自己的兒女兒 對, 教我 很高智慧 對 對 最初我媽媽很厲害 不勸你, 帶你出去玩 玩一天, 吃一天 玩開心了, 心情 然後晚上, 讓你相信她 跟她說話的時候 她們就很接受我媽媽的一套 這真是方法 非常好給你, 好像去度假一樣 對 她們出去玩了兩天 阿甘離家出走 走了 當時你很傷心 她回來的時候你怎樣 不敢留她 害怕她再走 害怕她再走 對 就叫她做事 吃飯 然後再享受她 她回來看見你哭之後 自己就知道不哭 很害怕 很激氣 很激氣 讓她慢慢改變 改變了 跟我一起住 到現在 很開心 就不要怕她 知道她很激氣 你約我 我約她 不餓 她不餓 她不餓 吃飯了 加油 連你自己也會餓她 她真的很疼她 你不是偏心不疼她 你是偏心疼她 每個人都疼她 離家出走之後 金仔開始醒覺 知道媽媽其實很疼自己 以後聽一聽話話 就會甚麼事都沒有 誰知道突然收到她一封信 又令她整家人震腳大亂 我說不是 我媽媽做了下來這麼久 都是這樣做的 她說總之你不行 她說好 她說好